公園裡頭小朋友跑跑跳跳 開心玩耍 但在玩的同時恐怕也要注意高溫危機 夏天飆高溫 上午的溫度就已經很高了 像是這樣的兒童遊戲場 它有這樣的人工草皮撲滅 這樣的人工草皮撲滅 溫度其實是可以來到80度左右 台北市民生公園 平常人潮不少 但戶外遊戲場真的像是烤爐 人工草皮羞腾腾 一旁的滑梯或是操操板 部分材質還是金屬的 經過陽光曝曬 溫度恐怕會更高 長輩不管是帶孩子來玩 或是自己要運動一下 都會先摸摸看器材是不是太燙了 不只台北市像是新北市新莊 頭銜公園也一樣 在沒有遮蔽的地方 人工草皮約65度 沙坑53度 碎石52度 但是在樹木遮蔽之下 碎石降到35度 沙坑37度 地板撲面更只有25度 皮膚科醫師提醒 孩童皮膚比較嫩更容易燙到 嚴重可能腫痛 起水泡 得儘快充冷水降溫 民間團體建議公園改用天然草皮或 礫石散熱會更快 台北市公園處回應 已經針對遊戲廠器材材質檢討 也全數設置遮陽設備 據新北市府則說 目前遊戲廠的遮蔽設計 以重數為主 也提供遮陽設施或是涼體 未來會再討論改善 只是家長帶小孩出門 還是要多注意 以免一個不小心燙傷 細嫩肌膚 TVBS新聞 李正恩 黃凱晉 台北新北常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